好 各位好 欢迎回到统计计算与机器学习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这个第四单元 今天讲的内容是图优化问题的第二部分 上节课呢我们讲到线性分式的规划问题10.2 那么我们来简单复习一下线性分式的这个 这个规划 那么规划这个问题呢 它同样是minimum的一个目标函数 它的限制条件是这个gx小于等于h 是一个线性的不等约数 以及一个线性的等式约数 那么你的目标函数呢 是一个线性分式函数 f0x它是c转至x加上d 然后e转至x加上d 加上f 这里的定义域范围是分5x分5要加上f是要大于0的 那这个就满足我们之前的这个perspective function 好 那么解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次线性函数 所以这个问题你可以用次突问题的二分法bisection的方式去解 另外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把这个问题转化成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 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线性规划 这个线性分式的规划把它再做一点点拓展 拓展的话就是叫做generalize的这个线性分式问题 线性分式规划 这个generalize的含义呢是我们对这个目标函数啊 做一个拓展 我们之前的目标函数就一个线性分式 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拓展成f0x 它是等于maximum的i从1到r 这边就是ci转至x加上d 然后ei转至x加上fi 全部有i 那你的定义范围啊 就是所有的这个分母啊 都是大于0的 ei转至x加上fi 是大于0的i从1到这个r 都要满足 这个就是一个推广意义下的线性分式 那么这个能然是一个次突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保图线上里面这个max啊 它是能够保次突的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非常简单了 你就通过这个bysection的方式来解 就可以了 OK 好了我们来讲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这个线性分式 这种函数 你怎么在实际当中有什么样的应用 我们来讲一个example 这个例子呢 讲的是你考虑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 叫冯诺一曼模型 增长的经济 growing economy 那我们就要规划 那我们就要规划今年要有多少的产出 今年要有多少的这个消费等等 OK 那我们就可以假设这个activity 今年的这个社会活动是x这样一个量 你有多少社会活动 你会产生一定量的产出 好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产出 这个是activity 社会活动 然后呢 这个叫产出 produce 那你要活动 你自然就有这个消耗 consume 你的消耗就是bx 好 对每个区域都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 希望要的事情是经过下一个时间段 下一个时间段呢 我们用这个x证来表示下一个时间段的活跃 next period activity OK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首先你要我们要希望整个经济是心心向荣的 所以我们希望它这个是整个经济啊 是平衡的稳定的发展的增长率是上升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看一个国家 它这个发展的好不好 那么啊 有好几种办法去看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那种 比如说它哪个地区是发展最差的 我们把那个地区最差的往上拔 那这个国家的最小的发展的这个数率啊 就往上提了 好 那这种形式的话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这个x证的i 比上xi i是从1到n 就看每个区域 每个区域i 每个区域它的最小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增长率 那我们要maximize这个东西 maximize 那你是over这个x 跟这个x 所有的这个i 那这个目标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我经济发展的 它不是说我每一块经济想发展多少就多少 有可能你一下子发展太大 然后呢后面就没有动力了 所以要有一种可持续的 把这个最小的这个增长率啊 给它往上抬 好 那你限制条件呢 限制条件第一 你要能够活着 也就是说你下一刻活动了 要大一点 如果你就没了 那你就经济就 再见了 另外一个呢 你的产出啊 你的消费啊 应该是小于你前面的产出的 要不然你录不敷出了 那像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呃 试图问题 就是前面的 你只不过细数 画的更简单了 那你解这个问题啊 看起来就 看起来很难 刚开始看起来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问题你就可以画成 这通过这个bisection的方式去做 那有同学说有maximize 又有minimize 怎么做呢 你这个minimize 同样的你可以按照我们最开始讲的 Chief雪夫逼近 或者之前讲的这个亚变量 给他引入一个t这样一个亚变量 或者说这个东西啊 他也不用 他不就是这个次图函数吗 你minimize是保持次图的 次凹函数 次线线嘛 既是次图又是次凹 那你把这个maximize 最前面这个maximize 那把它变成minimize 这变成maximize 前面只要加一个负号 就可以了 那就回到前面的这个形式去了 那你整体的这个问题啊 你就可以用这个bisection的方式求解 那就可以了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二次规划的问题 好 二次规划 Quadratic Program 二次规划的话 这个问题 那如他这个名字所说的 他实际上就是说你的目标函数 是一个二次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minimize 你的目标函数 二分之一的X转置PX加上Q转置X加上R 好那你的限制条件有一个不等式的约束 H以及等式的约束 注意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这个P它是满足半正定的对称矩阵 所以你的目标函数 它是一个2的二次函数 第二 你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不等式的线性约束 以及等式的线性约束 所以它实际上是在一个多项多面体 高维就是多面体 这样一个一个范围里面去寻找它的解了 那怎么寻找这个解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等高线都画出来 这个函数的等高线 那比如说它是一个二次函数嘛 所以不是直线 然后把它等高线画出来 等高线画出来 就这一点 然后呢 等高线 等高线 你都画出来 好 那么在这个点的时候呢 它我们可以把它的上升的 下降的方向给它画出来 就是负的gradient f0 x star 我们之前说过了 沿着它下降的方向 沿着它下降的方向 在这个可行域里面 你不应该再有解了 如果有解 我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使得你这个解 最后呢 可以找到一个比你 找到这个解更小的值 所以你这个可行域的 找到了这个极小值的解 一定是在你这个可行域的 这个边界上 作为这个突击的话 那么肯定是在边界上 这是两点 大家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Example 1 我们来首先考虑 两个多面体的距离 这样一个问题 Distance between这个多面体 好 那么多面体怎么描述呢 多面体的描述啊 P1就等于XA1 X小于B1 这是第一个多面体 第二个多面体 同样的表述 A2 X小于B2 OK 两种表述方式 一种表述方式 同样的用这种 不等的非线性约束来表示 那么它们的距离啊 我们来定义一下 距离 P1 P2 就等于这个 Infin 就是最小的 X1减去X2 的范数 那么你X1要属于P1 X2要属于P2 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问题 就是要寻找到 它们的距离最小 你只要minimize 这个Distance 那就行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啊 写下来 那你叫minimize 这个 X1减去X2 你的范数 好 现在这条件就是 A1 X1 小于等于 B1 A2 X2 小于等于B2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标准形式 当然你这里没有等式约束的一个 二次规划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再往前一步 如果这两个多面体有交集 那你这个解就是零 没有交集 那你可以找到 因为你这多面体啊 总是这个突击 我们前面有证过 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唯一的一个最小点 使得它们两个一对最小点 使得它们两个距离最近 OK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一下 再来讲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叫做这个线性 线性规划 但是你这个线性规划里面的细数啊 它是有涨落的 有噪音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这个做线性的规划 带着这个随机的这个目标函数 那我们把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先写一下 你线性规划的话 你是minimize一个c转折x 那么你的限制条件是不等式的和等式的约数 OK 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下的线性规划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假设这个c啊 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那么它的均值是一个c把 好 那么它的方差 方差是1的c减去c把的平方 是等于sigma OK 那我们就知道了它的一些随机的性质 那现在呢 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你在做一个股票投资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一方面呢 你希望你的这个收入啊 是比较高的 风险是 就是说你的损失是比较少的 另一方面你还希望你这个波动是比较小的 如果你波动太大 比如说这个你天天垄断 对吧 上一次垄断可能是这个几十年前 这个再来一次垄断可能是昨天 再来一次垄断可能是今天上午 再来一次可能是今天下午 那你这个过山车的这种形式啊 你会让很多人啊心里都承受不住 很多人啊选择比较保守 所以呢我们希望 第一我这个这个损失小 第二我这个波动小 那波动你就可以用方差来表示了 所以呢我minimize的时候 我是这个均值要小 同时我这个方差也要小 那我要看一下 这方差是什么东西呢 c转至x的方差啊 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e c转至x减去 e的c转至x的平方 好 这个东西呢你算一下 就等于x的转置 它原来的这个方差在x 怎么算呢 这也很简单 你把这个平方啊打开就可以了 好 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minimize的问题啊 就可以这样子 c平均值转至x 加上一个gamma 这个方差 方差就是x转至x 好 那这个gamma是什么含义呢 这个gamma是这样子 就是你有一个叫trad off平衡 那有的人呢冒险性很大 他就无所谓你这个方差 他只要这个均值大就行 就放这个损失少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gamma可以直接等于0 那有的人特别保守 所以他希望这个gamma很大 那你能怎么做这种事情 他可能在你投资之前 先让你做一些调查问卷 你然后根据你这个调查问卷的答案呢 来给你设定一个gamma 那你限制条件呢 当然是不变的 对吧 还是gx小一等于b ax等于 前面写错了 这边不是b 这个的话我们把它改成h 这边是h 这边是b 好 这个问题就是带有这个随机损失函数的 这样一个规划问题 ok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更常见 是一个最小二乘的一个问题 最小二乘就是minimize 无所谓都一样 无所谓都一样 那你这个解就不见得能够满足你这个限制条件了 这时候你可能理论解就没有了 你可能需要用一些动态规划 用一些这个算法来求解这个问题 好的 那我们就基本上看到了这三个问题 它都是一个二次的这样一个问题 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 再往下讲 把这个问题啊 就往上提升一下 难度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前面的这个限制条件是不等式的线性约束 如果我们把这个线性约束也把它换成这个二次约束 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一点点 5.2 quadratic 是一个二次的限制的 extrained quadratic 有規划问题 那你可以把它记成 qcqp 那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啊 写一下 它是minimize 这个二分之一的X转置 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P0X再加上Q0转置X 加上O0 这跟我们前面目标函数是一致的 那你的限制条件呢 是二分之一的X转置 PIX加上QI转置X 再加上OI OK 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啦 那我们还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等式约束 AX等于B 好 这里面呢 我前面是不是 前面应该有讲到 这个P 它是需要属于半正定的一个对称矩阵 那么类似的 我们这里 这个P P 你也要属于 这个半正定的对称矩阵 所以你的目标函数 仍然是一个 出的这样一个二次函数 你的限制也是出的二次函数 那么OK 如果你的这个PE到PM是属于正定对称 正定对称就没有任何零值的 而且它的这个解是存在的 就是feasible solution是有的 那么你的解啊 就是在一个你的feasible region 就是什么 就是一系列椭球的一个交集 intersection of这个M个头球 还是从E到M M个头球 的这样一个交集 以及一个 这个仿射集 所以你看 我们讲到现在啊 从这个线性规划 然后接着开始变 问题开始变得复杂 就把这个目标函数 从这个线性函数 把它变到这个 二次函数 那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二次的这个 目标函数的这个 限制条件 从一个 等式 不等式的线性约数 把它换成 不等的 这个二次的约数 就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问题啊 变得复杂 但是我们没有变的 就是这个凸性了 一直是没有变的 那么只有凸问题 我们才知道 该怎么去做这个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就能再 再做一点点变换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目标函数啊 还是回到这个线性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限制条件呢 给它换一下 稍微更复杂一点 不是一般的二次了 而是把它换成 这个二阶的这个锥 我们来看一下 5.3这个 Second Order Con Programming 你可以把它记成是 SoC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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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写一下 它是个Minimize F转至X Subject to 这个Ai X加上Bi 它的二范数 所以小于等于 Ci转至X加上 Di 以及一个等式叶数 Fx等于G I从1到M 好 那么这边的A的话呢 它是属于 这个Ni乘以N 那这个F呢 是属于这个Rp乘以N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A跟这个F都不一定要是方阵 这不一定 其实你可以想象 这个A实际上是一个测量矩阵 那我测量的这个量 它是你这个有了这个位置变量的一些线性组合 那比如说你的均值是一种线性组合 那么你的某种线性组合 也是我可能也是我的一种观测量 总之那我观测量不一定 是有多少个 所以就Ni是可以变的 同样P也是一样的 OK 好 那么这边的 注意第一 这边的这个 Inequality Equality的话 是二阶的 二阶锥 Second Order Con 如果大家还记得二阶锥的 这个定义的话 它是怎么定义的 它的定义就是说 我这个A 这个范数啊 是要小于你这个T 就是Fx小于T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就XT X小于T 这样一个结合 好 那这边的话 是经过仿色变换的 是A I X加上Bi 然后Ci转至X加上Di 它是属于这个 Rn加1的 二阶锥 OK 因为我们加上这个限制条件以后 那就有这个关系了 好 这个是大家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么第二要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 如果这个A等0 假设A等0的时候 那么它变成什么 A等0的话 实际上 这边就变成一个常数了 那这边你仍然是一个线性约束 线性的不等约束 所以你就变到了一般的 你就退化到了一般的限制规划了 对吧 好 第三 如果F 如果这个C等0 Ci都等0 你能变成什么 如果Ci都等0的话 那么这个Di 肯定是大于0的 大于0的话呢 两边同时 做一个平方 因为你这个范数也是大于0的 你是不改变的 那你这边就变成一个二次的 二次的 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 二次规划的一个问题 对吧 所以你就 reduce to一个 二次限制的一个 二次规划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 现在这个 SCP SOCP的话 它是比 这个LP 这个限制规划 和二次限制的 二次规划 是要更加一般的 这边的定义 稍微讲了 有点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应该是这个 XT的话 它是满足 X的范数 小于T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自然的 就是上面这个 所以这边忘了一个范数 然后你可以加一个FX 做一个变换 保护运算 那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 在 C不等于0的时候 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 二次约束呢 或者说这个问题 它并不是一个 二次约束的 规划问题呢 大家花几秒钟的时间 想一想 或者暂停 在你的这个弹幕 或者评论 你们给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啊 在这个问题里面 你试的 你两边如果多平方的话 你把它移过去 那你就是一个 二次规划问题 但你要注意啊 这边实际上 有一个默认的约束了 就是Ci转值X加Di 它必须要大于0 如果你是 做了个平方以后 它就不再 有这个Ci转值X加上Di 要大于0 这样一个约束了 所以大家注意看 这边 这个 我们把这个约束写下来 这个AiX加上Bi 的二范数 小于等于 Ci转值X加上Di 它是等价于什么呢 等价于两个东西 一个是Ai转值X加上Bi 的平方小于等于 Ci转值X加上Di 的平方 OK 还要加一个条件 Ci转值X加上Di 是要大于等于0了 所以这个条件 你不能忽略 如果你有了这个条件以后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你这边是什么 是线性的不等约束 那么往回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二次限制的这种 规划问题 它是什么样子 就在这里 它是一个二次的 这边有个 不等约束 刚才 忽略掉了 非常抱歉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等式的约束 但它并没有一个 线性的 不等式约束 或者说 如果你这个Pi等于0的时候 从我的理解 你Pi假设等于0 那你这边只有一个不等的约束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问题里面呢 它是 在这个问题里面 它是就要有一个不等式的 这个 二次约束 又要有一个不等式的线性约束 所以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标准形式啊 不太像了 OK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 来讲一个5.4 叫做线性规划里面的一个 带噪音的 同样是带噪音的 叫稳定的线性规划 Bublished Linear Programming 好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啊 描述一下 就是我们考虑一个一般的这种线性规划问题 你要minimize的是一个C转至X 然后你的限制条件是 Ai转至X 小于等于Bi I是从1到 M 这样一个限制条件 那么你现在呢 可能有对这个C Ai Bi 你都有这个不确定性 那我们就考虑 我们考虑 C的 这个 There is uncertainty in这个C 如果我们考虑 考虑Ai吧 Ai 比较简单 假设我们考虑Ai 它是有不确定性的 那么这个不确定性呢 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个Ai做一些假设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第一种 用决定性的模型来研究 这个mini step 这个mini step model 那你这个决定性的模型的话呢 就要求你对所有可能存在的Ai 我都有限制条件 相当于说我考虑这大化 所有的可能我都考虑进来 那我已经知道Ai它是属于某一个集合的 假设它属于某一个集合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minimize这个C转置X subject to这个Ai X转置小于等于Bi 然后对任意的Ai属于 这Ai 那I是从E到M 相当于说在你的限制条件里面 我多加了很多的限制条件 我把所有的可能性我都放进来了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Ai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Ai它是一个妥球 妥球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它的一个中心 再加上这个半径 半径的话是一个各项不一致的 所以你有个P 然后这个U的这个直径是小于这个1的二分数 OK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 好 这个问题的话你要minimize的 还是你这个目标函数还是不变的 这个是不变的 核心呢就是要把这一项 写下来 那这一项我们要怎么把所有的情况考虑进来呢 如果说最大值的情况 它都已经满足小于这个Bi了 那所有的情况应该都小于Bi 所以我们把它最大值找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是希望找到这个Ai X转置这个东西的 最大值Ai是属于这个Ai 好这东西怎么做呢 那你就suit了这个U 你现在是要找U了 不同的U 使得这个Ai转置这个X加上这个 你可以把它写成X转置Pi Ai转置Pi OK 那U是某小于1的 那这个东西的范数 这东西的范数 OK 这东西是小于等于1 这东西的范数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东西应该怎么做 这东西应该就等于这个 因为前面这一项是跟U没有关的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拿出来 Ai转置X 它是个均值 这项给先拿出来 然后这一项的话 加上suit的这个U 然后X转置Pi 那这一项怎么做呢 这一项的话 你实际上你可以考虑 它实际上是两个向量 这个向量和这个向量的内积 那么两个向量的内积呢 就等于它们的范数 再乘以它们的夹角cos cos它们的夹角 那最大值就是cos等于1 所以这个东西的最大 就等于Ai转置X 再加上这个PiX转置 这个二范数 再乘以U的二范数就是1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了 所以为了满足前面的 这个所有的AptionI 都成立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 它的最大值强力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问题 就可以等价成是 一个SoCp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是SoCp 等于C转置Xminimize 然后呢 你要subject to这个 Ai把X加上 这个Pi转置X 在二范数小于等于Bi I是从1到M 好 那如果你把这个Ai转置 Ai转置转置X 把它移到这一边来 那你看这个不就是一个二范数了吗 二范数小于 这个相当于说 这边是AX加B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二阶追的这样一个规划的问题 所以通过这种模型 你就可以 这种确定性的模型 把刚才这个 带随机性的 把它转换成 这个二阶追的 这样一个规划问题 那另外一种是 考虑说 我并不要求 你每一点 都满足 AX小于B 这样的限制条件 但我要求你 AX小于B的概率 是大于某一个量 一塔的 只要满足这个 那就可以接受了 那我们怎么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OK 这是一个 用一个随机的 带有随机性的 Stochastic Approach 这个通过 这个二阶追的这种规划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假设 第一 我们假设 AI 它是一个高师的 然后它的均值是AI 一把 方差是Sigma i 非常简单的一个假设 为什么是高师呢 因为高师 我们才知道 怎么算概率 这样 如果不是高师 一般的分布 都很难理论算 好 那么第二呢 如果你AI是 这个随机变量的话 高师的 那你AIX 对一个固定的X来说 的话 你AI转至X 你也是一个高师 那么它的分布是 AI把 转至X 那方差呢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 它是一个X bar 然后Sigma i X 跟我们前面计算 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 我Poblity的 这个 AI转至X 小于Bi 这个概率是多少 那么为了做这件事情 一般的做法 我们先把这AIX 转换成 一个标准的正弹分布 然后为了转换成标准正弹分布 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 AI转至X 你要先减掉它的均值 X 小于等于 这边 小于等于保留 Bi的话 你也要减掉它的均值 同时你要把它的标准差 除掉 所以你这边是 Sigma i的2分之1 X 然后这边 也得标准差 除掉 OK 好 那你就算这个概率就可以了 那这个概率就是一个 标准正弹分布的 这样一个算概率的事情 那算概率我们怎么算了 你只要知道 把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它的东西 记成这个FI的 这个BI减去AI 这个8的转至X 再除以 1分之1 X OK 那这个FI叫做什么 叫CDF Cumulative 这个Density Function 那么讲概率的话 有两种函数 一种叫PDF 一种叫CDF PDF就是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另外一个就是 Cumulative Cumulative 叫累积密度函数 OK 那么如果对高时分布的话 你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就是一个标准的这种高时分布 那你这个累积函数的话 你这个累积函数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把它对它进行积分 比如说你这个G 这个高时GX 负无穷到X的积分 TOP TOP 那就是这样的值 所以这个函数 它就把过去的都积分起来 它显然它是一个单调上升的一个函数 而且它最后的这个值 应该是等于1 因为概率 它具有这样一个标准化的条件 好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你这个AIX 小一B 要小一B的话 大于某个概率 你只要让这个值 大于某一个Fy就可以了 那由于这个函数 它是单调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 可以有一个反函数 OK 所以我们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这个Fy的 你看这一项大于Eta 你怎么把它解出来呢 好 我们就是BI减去AI 把转至X 再除以I二分之一X 对吧 然后呢 这边是大于Fy的转至Eta 你把这个再给它这个换一下 那就得到AI转至X 加上Fy的负一Eta 然后这边保留 X 小一等于Bi OK 这就是我们的限制条件 对吧 好 有这个限制条件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 Formalize 你的目的是minimize一个C转至X 那同时 你这个概率要小于 要大于Eta 那你就相当于说是 这个Subject to 比如这个AI把转至这个X 加上我们前面的这个Eta 二分之一X 好 小一等于Bi I从1到M 这样子的话 通过这样一个形式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理解 如果你的这个系数里面 是含有变量的 含有这种随机变量的 你怎么通过这个变换 把它变换成一个可解的一个问题 OK 下面呢我们来讲这个几何 几何规划 那讲几何规划之前 我们先再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 我们前面首先讲的这个限制规划 限制规划完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目标函数变得复杂一点 就变成二次规划 那二次规划呢 你可以把这个限制条件 从这个限制约束 限制不等约束 再换成二次的 那就变成 二次的限制的二次优化问题 QCQP 图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啊 再进一步 就是说我 不仅仅是这个 二次的 我要把它变成 这个二接锥 但是我这个时候目标函数 还是这个限性的 所以我就得到了 二接锥的这样优化问题 那二接锥的优化问题 看起来是很有用的 就是我们通过举例 这种 Robust的这种 限性规划的问题 如果它带噪音的话 到这个随机项 这些参数 那我们最后实际上可以转换成 这样一个二接锥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二接锥 也是又可以退化成 这个限性规划的问题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几何规划 叫metric programming 好 那为了讲这个几何规划 我们先来 讲两类函数 一个叫单向式函数 一个叫多向式函数 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平时可能看的都是这种 一维的 那高维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 monomil 单向式函数 fx呢 它是等于cxae x2a2 然后到xnan 如果我们看这个函数的话 你对任意的这个一个x啊 它如果x是属于它的定义 如果这个定义 如果这个定义 它是属于 它是属于所有的这个这个数啊都是正数 那么这个函数对任何一个方向 它都是一个单调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这边a你就可以取随便的这个 呃 时数就可以了 是一色大有零的 好 如果a 都是 是 去随便时数的话 那其实这个x的话 它都是单调函数 x的a次方 永远是单调函数 对x变化的话 ok 所以大家对这个单项式函数稍微理解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多项式函数 possilomium lomium function 好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单项式函数的求和 好 那这个fx呢 它就能够求和的 小k从1到大k ck 然后x1 a1k x2 a2k 然后到xn amk ok 那就是每一个k项呢 它都是一个单项式 每一个小k指标 好 有了这两项 两个定义以后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定义什么叫几何规划的问题了 几何规划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要拟合 如果要minimize要最小化 一个目标函数f0x 那你的限制条件呢 是fi x 小于等于1 那hix 是等于1的 i是从1到m 这下边的i是从1到p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这个fi 它是possilomium 首先 然后hix 是monomium 是单项式 我们来理解一下 这个多项式 这个 这个优化问题 它是什么概念 第一啊 它跟我们平时的最大的区别是 它这边是1 并不是0 我们一般都是0 但这里不是0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要记住的 因为如果你是0的话 会出现的问题是 它这边啊 它实际上是需要求一个log的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种相乘啊 有指数的 一般都要有个log 然后你就把它变成 这种简单的 这种变成细数啊 不再指数 然后相乘变成相加 把问题简化 所以你这边为什么呢 是1 是因为它有目的 要求个log 下面是类似的 好 那么单项式多项式的话呢 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啊 实际上啊 就是关于这个啊 你求到 求一个log以后啊 它变成了啊 什么样的问题 你如果这个是 这个等式约束啊 你是一个啊 多项式 那你这个求log以后啊 你最后的这个等式啊 它就不是简单的 这样一个线性等式约束了 就回不到我们前面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边等式约束 它是一个单向式 因为它还是希望 加一个log以后 它就回到原来的东西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把这个几何 规划的问题啊 给它退化 给它换成 给它回到 我们最开始的这些啊 突优化的一些形式 所以我们在下面要看的 就是这个 无联 这个GP啊 用这个 突优化的形式来表示 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你首先要做一个变定代换 你要把这YI啊 variable change variable要先change 要变定代换 YI就要等于log的XI 所以我们前面 为什么一直强调 这个XI啊 它是属于 这个XI F属于 R 正正 N 这边也是一样的 FI 是属于 R 正正 OK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它是属于正数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做这样一个 log的变化 你像这种成绩啊 指数的 就会简单了 这就是很常用的一个技巧 OK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那我们先对一个一个处理 比如说单向式 那么 如果你做了这样一个变换以后 是什么样子 单向式FX 它是等于 C的X1 AE 然后到这个 XN AN 好 你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以后 你首先 这XI 就等于E的YI 对吧 所以你这个FX 它就等于 C的X1 换成 E的Y1 E的AE Y1 然后这边是 E的A2 Y2 到 指数的 ANYN 那么 指数上的话 你相乘嘛 你自然就可以变成加号了 对吧 所以这边就等于 C的E 求和 AI YI I从 E到 N 好 为什么这边要 C要是正数呢 因为 你求了一个log以后 你这项就可以拿下来了 那log是单调性的 所以对于你这个 求最小最大 不会有影响 所以那你C 所以要大一点 要不然你就求不了log了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好 第二 这个paulc Nomio 这个函数 它是FX 它是等于求和 小K 可以从1到大K 好 这边是CK SEAEK X2 A2K 到XN ANK 好 OK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做变量代换 怎么变量代换呢 你把这X给它换掉 把这X换掉 所以这个东西就等于求和的小K 等于1到大K CK 然后这边就变成E的 跟上面是一样的 求和 这个A IK Y I I从1到N 好 那我们就得到了非常类似的两个形式 对吧 所以我们要再做一个log 所以这边这log的话 就变成logFX 上面这个就变成是logC 再加上求和的AI YI 我们做一个变量代换 把这个logC变成B 就更加符合我们之前的形式了 这个就彻底是我们线性的形式了 OK 所以前面的这个线性的等约束就从这里来了 好的 那下面这个呢 多项是我们也同样 这个logFX 那等于什么 log求和的 K从1到大K CK CK 我们再做一个变量代换 我们把这个CK 把它变成是 Exponential的B 可以吧 因为CK是大于0的 所以我总是可以写这种形式 把它变成BK 所以呢我这边 就可以把它变成是 E的 求和 I从1到 NAIK YI 加上BK OK 好 到这步了 那我们再做一步简化 上面这个 你就可以变成B 加上A A转至Y 下面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log的 求和 K从1到大K E的 这边就是 A K 转至Y 再加上BK OK 好 有了这些计算了 有了这些计算以后 我们并行就算 只要是因为这两个是 没什么差别的 好 有了这些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 把我们这个 几何规划的问题啊 换一种形式来表达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几何规划的形式是在哪里 在这里 F0是多项式 FI它是单项式 FI也是多项式 HI是单项式 对吧 就这里 多项式 多项式 单项式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替换掉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 这个GP啊 它是minimize 一个log 因为log它是单调的 所以你minimize一个东西最小 和minimize这个东西的log的最小 是一样的 对正数 求和的 K从1到大K 然后explanetial这一箱 是A0转至Y 再加上B0K 好 那你这边的话 是限制条件呢 也是一样 限制 是log 求和K从1到大K 小K 然后这边是 这个是 然后这边有A0K 不好意思 然后这边是AIK 这边Explanetial 保留 Explanetial的这个是AIK 那Y加上BIK 小于 那1的话log1就是0 小于等于0 好 那还有个等式约束 GY加D 是等于0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已经证过了 这是一个凸函数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这是一个凸函数 那这也是一个一样的凸函数 所以呢 这个I从1到L 那下面是一个等式约束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QCQP 二次限制的二次优化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个例子 那么在书本上的例子呢 我觉得它需要的背景知识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讲了 那可能需要 这个大家对物理啊 掌握的比较清楚 像杨氏模量这些 所以讲起来可能需要 沿拓比较多 我们来讲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 尝试来理解它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变换 两个量的变换 一个是这个Y 一个是这个Y 然后呢 还有一个自变量是这个U 我们希望呢 我们知道它们满足这样一个关系 Y是等于M乘以U的 相当于说 这个自变量到这个因变量 它们是满足一个 现象变换的关系的 那我现在希望 就是说我换一个 伸缩空间 就是说我换一个空间去看 那这个空间的话 我只能对每个维度啊 做拉伸变换 就像橡皮 橡皮一样 就是这个 你可以拉伸 也可以压缩 在这个 这个拉伸压缩了以后呢 我希望你这个变换啊 的这个 这个函数啊 现象变换数啊 线性矩阵呢 它是一个满足比较小的 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能量比较小的 相当于说我从U要走到这个Y的话 我需要耗费的能量是比较小的 在这种变换下 好 那我们呢 这个变换怎么实现呢 这个变换就是这个 乘一个D 这个D呢 它只能是一个对角矩阵 那么才能满足 你只是在这个坐标同一个方向上进行伸缩变换 好 没有旋转 所以这个D的话 U一撇就等于 U2就等于DU 然后Y2就等于DY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 Y2的话 它就等于DY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表示 是MU 那U呢 你可以把这个D啊 乘过来 所以这边就等于DMD的逆 U2 OK 所以你最后就得到了 这样一个表达式 有人做表达式以后呢 我们就上minimum的前面这个 这个最后这个矩阵的 一个范数叫forbillion范数 那forbillion范数的话 就是每一项的平方 每一个元素的平方 那这个书本上 它是从这个出发了 但我们之前也证了 这个东西的两个东西的G啊 就等于他们的这个 每个元素对应元素相乘的 然后再求和 所以就等于这个 那你把这个东西展开算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D是对焦记者 所以这边的DIDJ 它就是这个一个在分母 一个在分子 那你的问题就是minimize 这样一项 那有的同学可能就比较 比较疑惑 你这个一个在分母 一个在分子 跟我们前面的形式啊 好像不太像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变量的上面这个指标啊 这个alpha exponent 的话是可以是正数或者负数的 如果负数写下来 就是在分母的位置 因此像这样一个问题 你就自然而然的展成了一个 没有限制的一个几何优化的问题 所以看起来几何优化呢 其实是蛮常见的 那么更常见的当然是 通过这个log的变换 把几何优化变成一般的 这种突优化的问题 也认为这种突优化的东西